我们会需要用到Python的爬虫 自动产生下拉起来 也就是里面的这些标题跟它的ID 都不是透过人工的方法 而是说用Python爬虫 爬下来之后丢进来 产生网页 所以Templates是动态产生的 而不是进它 里面的话会需要 两个很重要的这个Module 其中的话就Request Request的话基本上就是抓网页资料 就是原始码 把原始码抓下来 BeautifulSoup4的话是利用抓取网页里面 我们有需要的那一些片段 这个BeautifulSoup 比如说我需要标题 你就找到标题字的一些特征 包括它的HTML的标签跟它的CSS 然后像它的ID也是一样 ID哪个片段我要 就那个片段我把它截取下来 之前那个的话就是 一看我们在前一次上课的 平坦白板里面 请各位看一下 6-1这个 我们后面的话先从比较简单 先讲Request 再讲BeautifulSoup 所以你打开之后的话 第一个 我们会需要抓什么呢 先去抓网路上有的资料 公有 这个好像前面有没有讲过 这个台北市的公有零售市场行情 这个网页点进来 那里面的话 主要我是要怎么样 去抓取那个这个零售市场里面的行情 不过之前我们是直接把它用下载的方法 直接下载下来 但是呢 如果你每一次都手动下载的话 它如果更新 你变成你要再去下载 它又更新你又再下载 所以每一次都要再下载一次 那所以呢 这一次的话我们要改成什么 改成按右键 把它复制里面的那个连接网址 也就是说这个网址 基本上呢 其实这一串呢 就是那个所谓的CSV所存在的那个位置 然后我只要把它抓下来 丢到一个变数里面 再做存取就好了 我不需要真的把它那个下载 再存档都不需要 直接丢到一个变数里面做处理就好 所以你会发现 那如果你现在按Enter 它会自动下载下来 那下载下来之后 你如果把它打开的话 其实就是我们上次讲过那个 就是那个台北市的 那个公有市场的相关的行情 那所以呢 首先第一个 我们需要找到那个位置 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要建一个文章 不过特别注意 这个文章请你建在Python里面 不是我们之前的那个Jungle OK 我们先来用Python先试试看 再把它转移到Jungle里面 所以第一个的话呢 我们会需要用那个所谓的 Input Request 这个Request是抓取网页上面的资料 第二个的话 利用Request里面有个方法叫Get 把刚刚的那个网址贴到哪里呢 贴到这里面就可以 里面的话 他Get什么 Get我刚刚那个网址贴 再来的话呢 因为他里面网址 我印象中他Incoding 编码方式好像是CP90 所以你要加一个CP90 因为他是繁体中文的 然后把它Print出来 看看有没有成功 不过 如果你现在执行他的话 就是这一串 我有放在云端上面 你们可以找一下 那理论上 如果我这一台电脑 假如没有装那个Request的话 他会产生那个错误 错误讯息的话 会出现这个画面 这个的话未安装 他会出现什么 No module Name request 如果你出现这个画面的话 表示说你那个Request没装 没装的话 你可以用什么 用Pipe install Request把它装下来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如果OK了 理论上我们把它执行的话 这边就可以看到 我把这些资料全部下载下来了 但是下载下来的资料 似乎好像还是会有一些问题 包含就是 他这边有空白的 或者换行的问题 那我要怎么样把下载下来的资料 再做后续处理 也许再配合什么 配合资料库 后面先防止 我们就会试一下 先试着试试看 找到我们Python里面的0601 第6-1的云端的讲义 往来看一下 那个Request 先确定你的电脑里面有没有装 没有装的话 你把它装起来 先确定一下你那个Request OK了 然后我们可以抓网路资料 第二个的话 我们就要开始下载那个YouTube的清单 它的标题跟网址 那首先的话 这个资料 我是把它放在哪里 放在云端 特别是有 我是把它放在那个6-1 6-4这里 OK 所以请各位看6-4 那6-4里面的话 第一个你要先确定一件事 你也没有装那个Beautiful Shop 4 如果没有的话 那你也没有你即便把网页抓下来了 你要把里面 你要的部分截取下来的话 以前我记得我用那个Java 写的话 非常麻烦 但如果你Python里面有Beautiful Shop 4 就非常简单 因为它只要配合 有一个方法叫Find 和Find All 基本上我发现大部分 的那个 你要抓那个网页某部分的特征的资料 就非常简单了 怎么说呢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 那我要抓的话 这边底下 一样我假设我要抓这个 这个当然点下去 它是一个播放清单 这里面的话有1-7 我如果要抓什么 抓这个标题跟它里面的那个什么 它的点下去 里面的这一个 V后面这一串 就是我们要的 就是两个东西要一个一个一个的抓 以前的话你可能必须什么 透过按右键 然后复制链接 然后再复制标题 非常麻烦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透过 透过那个Beautiful Shop 要该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你先了解一下它的结构 第二个的话 然后呢要怎么把它抓下来 完成画面 大概就长这样子 标题抓下来 网址抓下来 OK 首先当然你要分析一下 这个网页里面有哪些架构 特别注意 当然 恐怕你要先了解 有一个 Chrome里面有个蛮重要的功能 就是 如果我要抓这个东西的话 你可以先把它选一下 把它有时候选取它 不要点它 OK 好吧 现在按右键就好了 直接按右键 里面有一个功能 我觉得还蛮好用的 因为我要抓的东西 刚好在这个位置的话 你可以按右键之后检查 那检查的话 它会帮你跳到这一个 标题 按右键检查 它在这个网页原始码里面 它的位置在哪里 并且告诉你说相关特征 那里面的话 最重要的特征有几个 第一个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 它一定会有什么 CSS 所以你会发现 我跟 第一个一定会有HTML 所以超连结一定是A A A是一个超连结 然后后面的话 一定会告诉你 它的class是什么 OK class就是CSS 它类别 也就是它样式 是长什么样子 所以通常的话 它的样式就是这一串 那其实你会发现 这个有一个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那样式跟样式中间有个空白的话 表示它有四种样式 也就是说 这个标题 可能是这个四个样式里面的其中一种 你其实你抓一个就可以 要不然就是四个一起来 没关系 这可能要稍微试一下 也就是说 我如果今天假设用第一个好了 PL 你感觉这个应该 PL title link 应该 所以我就抓这一个好了 把它当成是一个 我要找的对象 然后他就帮你找到什么 找到class里面是这个的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按右键看一下 这个是不是也是 你会发现这个也是一样 所以理论上应该这个就对了 接下来的话 我要抓 一个class里面的什么东西 第一个就是它里面的 什么东西 这个东西有没有 你会发现它里面的文字 所以这里面的文字就是它的.text 还有它的什么超连结 HREF 不过HREF是里面的什么 里面的一个属性 所以我们用get的方法 所以也就是说 如果我要把这个东西抓下来的话 一 我先知道它的清单 复制一下 二的话 因为这个程式我把它写好了 我把它放在这边 我们先试一下 然后我这边有一个程式 假设这样 我已经先写好了 然后我就先把什么 把那个我的网址贴到这边来 贴过来 OK 但是一转 一转之后的话 可能会有第一个问题 Beautiful Sub 你会发现它马上跟你讲说 这个它找不到 因为我们还没有什么 没有装这个Beautiful Sub 看执行一下 那理论上应该会 出现那个no module name的 有没有BS4 这个Beautiful Sub 4我还没装 所以一样的一样的步骤 Windows键加R CMD 直接 跟正一下 你干脆直接到哪边 到我们的Python底下就装 所以Python的话 我们叫第一碟底下的Python的3732 然后 我就找Squip 理论上从这边打CMD Pype Install 应该OK 不过因为我们电脑装了不止一个Python 所以可能会出错的话 那我之前有讲过 你干脆就在上一层 Python的3732上面打一个CMD 然后的话 把它这个有个安装的方法上面有写 就是装Python Python里面 再去执行 这个 这个 Squip App 然后加Pype Install 这个我想应该就OK 然后把这一段把它贴上好了 OK OK 这边直接贴上 然后再把它Run一下 理论上应该就可以把这个BeautifulSquip 给装起来的 画面先还点给我一下 就把那个Python 那个BeautifulSquip把它装起来了 OK 那理论上这样应该就可以了 如果你有多个版本的话 请你就执行下面 就是用Python 一个-m 然后Pype Install 这样 比较不会有问题 不然如果你直接在Pype底下安装的话 他会找到太多个Python 他不知道用哪个Python去 去帮你Run OK 那我现在已经把 BeautifulSquip4也装好了 那个我们的BeautifulSquip4下载 OK 那我这边是因为我的Python 这一台有装别的 所以一般其实可以直接Pype Install 不过这一台我就直接 从那个Python里面安装 OK 然后把这个BeautifulSquip确定先安装 抓下来 那第二个的话 我如果要抓取的是这个网址 所以一样 我们第一个一定要 input request 第二个的话 我们要from 那个BeautifulSquip里面的话 input一个Module 这个Module的话就Beautiful 不 这个应该是Module 然后这个的话 那就是他里面一个方法 叫BeautifulSquip4 的一个 一个function OK 那我们利用这个function 他里面有一个 跟他讲 应该这是一个class OK 这个class 然后我们针对这个class里面 他有一个方法 就是说可以从我们的request 这个request把资料抓下来之后 先帮我放在html里面 假设是一个变数 那接下来的话 我把这个html里面的文字 他里面的.test 放到BeautifulSquip里面 帮我做什么 htmlpasser 这个passer是固定的名称 当然你们可以查一下 BeautifulSquip里面 还有别的方法 可以去爬网路资料 不过这个是一般比较常用的 然后把这个资料 爬到之后的话 我们先产生一个对应的物件 叫我给他一个名称叫取 叫SP 如果说我今天要爬 刚刚讲到的 这一个网页里面的 什么资料 第一个是他的html 第二个是他的class 假设我是用这一串 你可以这一串 或者说我的习惯是先抓第一个 也许是这一串 假设这一个按复制 把这个class抓下来 那我利用 BeautifulSquip里面 有个非常好用的一个方法 叫FindO 他这个地方特别主要 他的规则还蛮容易理解 因为FindO的话 他会帮我把它全部找到 并且放在一个串列 一个list里面 但如果你用Find的话 他只会帮你找到 这个里面的第一个 回来就是一个字串 OK 所以这个有点像我们开 那个档案open open open readerline readerline 跟readerlines 那个代理 道理其实还蛮像的 所以我们就FindO 然后Find什么呢 第一个跟他讲说 你要找的那个HTML的Tag是什么 OK 那个标签名称叫AE 第二个的话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这个 就是那个class叫这个名称 所以你可以什么 他的 这个就是他的HTML 这个就是他的css 如果说他有HTML又有css 那比较好解决 我们就可以找到我们要的 然后并且怎么样 把它全部找到 当然这个地方假如我要 我要的东西 我就先把它print 把它print 我先把这个list先print出来 看看是不是我要的 OK 把它print print出来之后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 他就帮我把它放在里面 不过这里面的话有一个问题 就是他里面也会把那个什么 他的HTML的相关东西都帮你带过来 所以理论上我们 会需要什么样 把这里面不需要的东西 逐个逐个的把它去掉 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地方 他一定是一个 一个HTML开头 一个class 这个是我们要的 然后一直到后面 到哪里 到这边后面有一个 到这边为止 然后又反过来就这个 所以我要的东西 其实是这个里面的 其中一部分 就是他里面的文字 还有呢 他属性叫做HTML 所以HTML在在哪里 这个后面 HTML的 那个那一串资料 所以在这里HTML 等于后面这一串 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样 跑一个回圈 假如说我今天要把里面的资料 全部都get回来 那我可以什么 用for each的方式来写 for each 假设这个串列里面的 s 然后里面的话呢 那我可以把里面的文字给抓下来 不过 当然 这个假设 点test就是里面的标题 一是就是我要抓 这个里面的文字 另外的话 我要抓到他的属性的话 那你可以用get什么 get他里面的 这个HREF的属性 我跟他讲get他 然后呢 我就先把它执行 给各位看一下 前面加一个标题跟网址 但是抓下来的东西 已经是蛮接近的 可是他这个地方 前后会有空把要 需要把它去掉 所以前后要去掉的话 我们前面讲过 你可以用个stripper ok stripper的话 把前后的东西都去掉 如果你假设前后 你这边不给他 他自串什么的话 他就直接帮你把里面 就是不需要的空白 把它拿掉 所以先把它执行一下 stripper他一下 这样标题就ok了 那再来的话 我们网址部分 其实我只需要什么 我只需要的是 应该是从V等号后面的 这一个 一直到end的前面这一个 所以如果你只要抓这一段的话 其他不要 那方法很多种 我之前想到的方法是什么 用find find什么呢 find等号 等号的位置找到之后 然后再加1 跟他讲说find后面这一个 一直到end 这个中间的东西是我要的 我就把它截下来 不过后来我发现这样有点麻烦 最简单 因为它的长度是固定的 所以后来我发现 从这边算过来 到等号 好像刚好是第9 这个是第10个字 那index 字0开始 所以应该是9开始 也就是说我这边的话可以加一个中刮 然后从9 冒号 但是后面的话几个字 我不知道 不过我的习惯是 我随便可能会输入一个比较大一点的数字 那我先run一下 其实有时候比较偷懒 那你要多两个字 那怎么办 再减二不就好了 所以9到20 应该就是我要的结果 刚刚好 所以我就把它抓出来 好像这个方法可能会比 因为我记得我在云端上面那个jungle这边 我刚好看一下 我用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我用什么呢 用find find什么呢 find等号加1 然后再到哪一个呢 find end的位置 这个也OK 不过我看起来好像 刚刚那个方法应该比较简单 不过当然你要视情况而定 如果说今天它的长度是固定的话 那你就可以用刚刚讲的一招 9到20 但未来如果说它字串的长度 或者是说它里面的规则不确定 但是只知道说它要等号到end 那你就可能要用find来做了 不过因为这个应该是固定 所以用这个方法应该会比较精简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所以我们已经慢慢又接近了 慢慢已经可以抓得到了 但问题来了 我要怎么样把这个标题 跟它的ID 塞到 option values 里面 有没有 像我们刚刚不是有一个网页 网页里面的话 我们就是这个里面 按右键 我们把它那个检视原始 那这个当然是我们已经写好的 可是问题 我应该怎么 把刚刚的那个东西 动态的把它放进来 当它这个缝出现的时候 就把它放进来 OK 那要怎么做 请各位想想看 因为这个有点难度 OK 那画面先欢迎给我一下 应该知道我的意思 所以以后如果当那个网页一出来 然后你就自动把清单塞进去的话 这样其实应用的面还蛮多的 然后也许你们 最后一周的报告 也许你 那如果你现在想不出有什么东西 不然你就做一个 把 历来我们上课的影片 把它集结 变两个清单 第一个清单下拉的时候 第一次就把第一次的下拉清单放进去 不一定要放下拉清单 你也可以底下放一个例子也没关系 可以点嘛 按确定也可以 反正就是做一个互动 或者是说你们之前有学过APP 所以你也可以包一个APP 手机上也可以 跑的话 那 这样子的话就厉害了 OK 未来如果说你们将来毕业之后要去 做 去 去interview的时候 其实也要作品 所以如果你这些东西如果都可以包了起来 而且呢 人家问你说你这是用什么技术 Jungle 配合什么 前端页面也许用什么 什么JQ MOVA跟BOOSTREET 或者是ASP DANET 或者是什么 一堆 OK 全部串一起的话 那 当然会更好 而且现在当然 讲究的是眼见为凭 所以最好呢 这些东西 有没有办法 把它全部都套上 所以请各位第一个 先把 那个我们YouTube清单里面的标题 跟那个 Video的ID 影片的ID抓下来 第二个是说 我要怎么样再把它丢到那个网页里面 把它呈现一个动态的结果